晶片大厂联发科9号举行生成式AI论坛 除了推出生成式AI服务平台达哥 也让先前于辉达台湾建制的超级电脑 所训练的自家繁体中文大型语言模型正式亮相 联发科透露了达哥生态系伙伴 包括了微软 谷歌 中华电信等 一共有多达数十家企业都已加入达哥 手机晶片大厂联发科举行AI论坛 会场内吸引大批人潮 这会联发科推出生成式AI服务平台 MediaTek Da Vinci联发科技达哥 同时发表平台上最新繁体中文大型语言模型 MediaTek Research Brixie 要让AI深入民众生活 它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 不管是写扣或者HR Finance 我们这叫做产销 人法财 人资 财务 法务 甚至连机核 IT 都有很多实际的用户的例子 会透过达哥AI生成式平台 来控制我们的智能小屋 智慧家电等等智慧应用 让AI正式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联发科表示 生成式AI服务平台达哥 最初是为集团内部打造资料安全性 提高生产力的生成式AI工具 如今不仅发展成可供外部企业 导入的AI服务平台 更有数十家厂商加入生态系 有一个明显的跳跃 比起这个ChatGPT来讲 已经是比当初的这个GPT3D 这个Chatbot来得好很多 现在很多人都有学了这些AI 那可是不知道AI的能力到哪里 所以我们出了就是AI的认证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让人资可以比较快了解 随着AI手机动能强 渗透率有机会优于原先预期 联发科除了与台积电大力光等 AI手机供应链业绩吃补 也积极抢供生成式AI商机 记者杨恒黄明旭台北采访报导 人们现在认识中 消息